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翻籁 第二十集 浪漫的小日常 第二天早晨 承霄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顾南婷的身边 顾南婷正支着一只胳膊斜着脑袋望着自己傻笑 承霄看到他坚实的胸膛 又看了看自己 他害羞地拉着被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个脑袋 问顾南婷傻笑什么呢 顾南婷回味无穷地说 没笑什么 就是 昨晚的你 热情似火 我很喜欢 承霄别过脑袋 那个害羞呀 昨天晚上的场景又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承霄意犹未尽地回忆着当时的画面 这时 耳边的一句话将他拉回现实 他问他 昨晚 你感觉怎么样 承霄把头蒙在被子里 满脸害羞地说 挺好的 顾南婷咧着嘴说 那就好 你喜欢就好 随后把承霄往自己身边拉了拉 承霄的脑袋直接枕到了他胳膊上 说 再睡一会 承霄仿佛能听到自己和顾南婷的心跳声 咚 咚 咚 承霄再次进入梦乡 等他醒来时 已经十一点多了 身边的人已经不见了 他的衣服整整齐齐放在床边 承霄穿好衣服 发现顾南婷在厨房里忙碌 他感觉身体有一丝不舒服 哎 果真 上帝不公平 造就的男人比女人体力大 他洗漱完 走到厨房边看着顾南婷做饭 顾南婷感觉貌似有双眼睛盯着他 一看果然是承霄 承霄问他有什么需要自己做的 顾南婷让他等着吃就行 不一会儿 顾南婷就做好了饭 俩人一起喝粥 吃着烤面包和鸡蛋 承霄心里喜滋滋地说 南婷 你看我们俩像不像一对夫妻 顾南婷说 怎么 这么迫不及待就想嫁给我了 要不 我们跟家长商量一下 将我们的婚礼提前举办了 承霄 唉唉 不用那么急 我不急 就按原计划 吃过饭 已经十二点多了 也不知道这吃的是早饭还是午饭 昨天俩人在手机上 买了今天下午五点的电影票 中间还有点时间 俩人去游乐场做了旋转木马 过山车 起初顾南婷还端着不肯 说这些都是小孩子玩的 只不过熬不过承霄 他说这是他以前上学的时候想象过的 要带着自己的男朋友 把他想玩的都玩一遍 这俩人到底是开飞机的 身体素质都比较强 做过这些之后都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他们最后还做了摩天轮 在摩天轮上 承霄告诉顾南婷 有一个关于摩天轮的传说 一起坐过摩天轮的情侣 最后都会分手 顾南婷一听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传说 那你还带我来坐 这肯定是胡州的 承霄继续说 但如果在摩天轮到达最高点时 情侣接吻 就会陪伴彼此一生一世 永远不会分开 于是 当摩天轮到达最高点时 顾南婷真的亲吻了承霄 承霄笑着说 你不是不信这些吗 顾南婷宠意地说 我只信你 俩人疯完了一下午 顾南婷用手机支付费用时 看到倪站给他打的 好几个未接电话 回过去问他怎么了 倪站听他那边有点吵闹 就说没事 顾南婷就挂了 他俩赶四点半到达电影院 顾南婷看其他情侣男朋友 给女朋友买了奶茶和爆米花 于是呢 他叫承霄等一下 过去买了一杯爆米花和两杯奶茶 看起来挺笨拙的样子 承霄说 哟 你还真会买呀 以前跟不少女孩看过电影吧 顾南婷清了清嗓子 说 没有 我好多年都不曾进过电影院了 我是看旁边的那些情侣买的 我就去买了 喜欢吗 承霄开心地说 喜欢 时间到了 俩人一起进了电影厅 看的是暗恋菊生淮南 那么感动的剧情 其他人都被感动哭了 可这俩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喂爆米花 喝奶茶 顺便看了看电影情节 没有任何被感动到 因为他们只为彼此而心动 晚上回去后 承霄因为明天有飞行任务 就早早休息了 顾南婷隐约觉得倪湛好像有事 不然不会三更半夜给他打电话 于是给倪湛打电话 电话中听着倪湛的状态好像还可以 不似下午时情绪那么低落 倪湛说 下午你去哪了 怎么周围那么吵啊 顾南婷自豪地说 我跟我未婚妻出去完了 倪湛 瞧把你得意的 尾巴都翘上天了 顾南婷说 那你早点也找一个 这样咱们就能一块儿完了 倪湛沉默了 顾南婷问 你怎么了 我感觉你有点不太对劲了 出什么事了 倪湛也没啥要紧的事 就是有人给我表白了 没想到吧 顾南婷问 夜灵啊 倪湛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是她 她跟你提过我 顾南婷说 她怎么会跟我说 昨天吃饭时 她的视线就没离开过你 还不够明显吗 倪湛弱弱地说 哦 是吧 吃饭时 我光顾着 跟宋宋他们完了 只看到她一个劲儿夹菜吃 我想她大概是真饿了 就没再怎么注意她 顾南婷 那你怎么想的 沉默了十几秒钟 倪湛说 我拒绝她了 顾南婷疑惑道 你竟然拒绝了 为什么 你不喜欢她 倪湛说 我只是觉得 她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 只身一个人 到咱公司上班 也挺不容易的 世人都会有同情心 对吧 我只是对她稍加关注 结果 她就认为我对她有意思 就跟我表白 换做是谁能招架得住 顾南婷 一句话 你到底喜不喜欢她 倪湛支支吾吾 我好像 对她还没到喜欢的那个份上 也不是 就是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顾南婷想了想 问小杜 渣男是什么 她把手机放到小杜跟前 小杜把上次给顾南婷说的渣男语录 再次念给倪湛听 倪湛听完 说道 南婷 你可不能这么侮辱你兄弟啊 顾南婷说 你都搞不明白 你对她到底是什么感情 你说你是什么 倪湛 行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自己一个人静静